你可能看过97版天龙八部 但无论你怎么学 肯定都学不会这首《难念的经》 当年为了给主题曲《难念的经》填词 自作人翻变了整部《金刚经》 最后将自己从佛法里体会到的智慧写进了歌里 让人听起来哲理失足 可急促快速的曲调 加上大量佛经论点 让演唱者周华健十分为难 1997年天龙八部在香港TVB翡翠台首播 播出不久 收视率变异非冲天 不仅成为当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更是创造了内地34家省级电视台同时播放的奇观 在此后20多年里 尽管天龙八部被多次翻拍 但97版迄今仍被奉为难以跨越的经典 剧中饰演乔峰的黄日华由于太过经典 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乔峰本峰 每次伙伴遇到危险 他总能带着录音机飞奔而来 大气豪迈的旧场画面 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忘的记忆 不仅如此 剧中其他人物也让人印象深刻 段玉的真诚青涩 虚竹的单纯木呢 揪魔制的痴迷执着 慕容复的刚愎自用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回忆 同样难忘的 还有剧中的武打场面 虽然当时的特效不如现在成熟 但也是武侠片里 头一次将各路神通 画无形为有形 可在拍摄之初 由于经费紧张 剧组里的服装 化妆道具都非常简陋 导致开拍后 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第一集 乔峰的打戏不过十分钟 可拍摄时 竟拍了足足四十天 黄日华天天骑马调威亚 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拍出金庸书中的林波威布 剧组也挖空了心思 想过调威亚 调钢丝 可是后来没钱 租不起设备 最后只能靠陈浩明 将林波威布 一遍一遍跑出来 现场拍林波威布的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个方法 调威亚 调钢丝 希望走起来 有一点的清瓶点水 那种感觉 后来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最后还是自己来 我们就这样 这样 然后透过镜头的配合 就拍出那种 林波威布的感觉 虽然经费不足 但剧组在服饰设计上 相当讲究 给不同风格的英雄和侠女 量身打造了 合适他们的衣服和头饰 为了凸显乔风 粗阔豪爽的性格 拍戏时 黄日华始终戴着厚厚的布帽子 和当时大多数 是在烈日下拍摄 身上还穿着厚厚的古装 很多演员捂得全身肺子 樊绍黄更是被晒得头顶脱皮 唯独揪魔制最舒服 薄薄的披衩 配上大拖鞋 让其他演员羡慕不已 可在拍打戏时 酒魔制的耳锤常常被甩飞 笑得一众演员合不拢嘴 同样让人怀念的 还有剧中的音乐 当年在 填完词后 导演李天盛找来周华健 让他帮忙为主题曲图曲 图曲完后 周华健用富有穿透力的声音 演绎了出来 豪迈洒脱 又大气磅礴 由于难念的经 歌词深刻绕口 被不少网友调侃 为了学唱它 看了不下二十遍的天龙八部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终于学会了 降龙十八掌 与主题曲一样熟悉的 还有剧中很多经典桥段的背景音乐 乔逢的霸气出场 段玉的六脉神剑 虚逐的高光时刻 阿猪的红颜早逝 这一首首配乐 总能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青涩的纯真年代 那一年 许多人家里墙上挂的 是王羽烟和段玉的画报 文具盒 书桌上贴着乔峰和阿猪的贴纸 上学路上 一闲下来就模仿剧中各路功夫 降龙十八掌 凌波微步 都轻松拿捏 仿佛我们也置身于快意恩仇的江湖之中 狂妄自大的丁春秋 深不可测的扫地僧 耳龙心葱的苏星河 包不童 徐长老 段正明等众多演员的离世 也让这熟悉的江湖渐行渐远 当时的我们体会不了 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凄凉 能记住的 不过是那个威名赫赫 不怒自威 举手投足便是风光奇跃 要满堂的乔帮主 而如今再看天龙八部 才深深地领悟到 一个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人物 铁血的萧峰 在忠意间陷入两难 偏偏的段誉 竟为一个情字所困 想要出事的虚竹 却动了烦心 他让我们看到了江湖之中 没有绝对的善恶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身不由己 但我们每个人 终究都要像乔峰一样 舍弃掉自己不愿舍弃的 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 这才是真实的江湖